第七十二章 当年某人曾来过 过了很长时间 宁却才逐渐从震惊中醒过来 情绪却依然复杂 同样是传说中的不可知之地 书院后山只会给人亲近温厚之感 却不像此间这般容易让人产生精神上的冲击力 他心想这大概便是墨珊珊那日说的那种分别 书院后山能让圣俗二世相通 魔宗山门则是漠然处于俗世之上 被天气山里的风雪掩埋了数十年 魔宗山门早已废弃 举目望去只觉一片荒凉 越空旷雄伟越发觉的荒凉 宁却想着早年前 魔宗依然强盛之时 无数信徒跪倒在巨大的石梁上膜拜的画面 不由生出无数的唏嘘感受 能在雪峰中复开造出这样巨大的空间 千年之前的荒人拥有的组织运作能力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宁却想着正是大唐把这些荒人赶出荒原 赶到极北的寒域 唏嘘之余又不禁生出了强烈的自豪感觉 紧接着通过身前这宏伟到近乎逆天的建筑空间 他又忽然想到了更多的事情 魔宗不容于事 正是因为魔宗修行者纳天地与体内 亵渎浩天 当年开创魔宗的那名光明大神官 让荒人在天气山里生生开造出这样一个近乎神迹的空间 或许便是想通过此地证明 人类也能拥有与浩天一样的能力 在浩天光辉普照的世界里 想要用这种沉默的方式表达对浩天的不敬 真可谓是骄傲嚣张到了极点 难怪明宗被称为魔 站在岩壁边缘 沉默观看很长时间后 宁缺俯着墨山山走上石梁 粗大的石梁 把雪峰内附空间连贯起来 最终交汇在远处的空中 石梁极为宽厚 能容四辆马车并排前进 看那些撞击痕迹和碎石能确认 前年间自洞顶坠落的石头 都无法将这些石梁砸垮 两个人走在上面 更是不可能让石梁有丝毫的震动 但石梁毕竟是悬在极高的空中 旁边没有任何遮掩 山峰呼啸穿掠 回声缓慢折荡 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 宁却看着石梁外空荡荡的世界 听着耳畔的风声 觉得自己的双腿都有些僵硬起来 心想如果被山峰刮落到石梁外 或许要在空中飞很长的时间 才会坠到极优深的地底 通往巨大空间中央的石梁很长 二人走了很长时间 还只是走完了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距离 远处悬空石屏上的电雨依旧像微缩景观般小 不过在宏伟空间里的渺小卑微感和恐惧感随着行走渐渐淡去 宁却和莫珊珊脚下的速度比最开始快了很多 他甚至能够分出精神去看一看石梁四周的风景 虽然石梁四周全部是昏暗忧尘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任何风景 然后他注意到自己脚下 忽然出现了很多的线条 那些线条深深刻进坚硬的石梁中 看似无规律的四处延展 有极小的石粒在线条里随着山峰滚动 宁却借着上方垂落的天光认真望去 发现这些石梁上的线条组合在一起 竟是一幅线条很简洁的画 这些画比例捉憨有力 应该是由刀斧之类的金属兵器捐刻而成 看上去就像极古老的某种岩画 石梁上的岩画随着二人脚步的移动 逐渐依次展现在他们面前 这些画面很大 而且有很多幅 第一幅岩画画的是滔天的洪水 一个面目模糊的汉子 腰间围着草群式的衣物 手里拿着一只稿 站在洪水边的土崖上 向着落雨的天空愤怒地吼叫 第二幅岩画画的是漫天的野火 几个面目模糊的妇人 身上穿着粗不支的短裙 手里端着一盆水 站在野火边的竹林里 对着燃烧的麦田痛苦地哭泣 第三幅画画的是遮天的大雪 数十个面目模糊的农夫 身上裹着厚厚的瘦皮 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 根本无视头顶飘落的雪花 沉默而专注地修理着屋舍 第四幅岩画画的是震动的大地 千万个没有面目的黑点 站在伤痕满地的田野间 似乎在埋葬死者 似乎在拯救生者 他们没有怒吼 没有哭泣 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每一幅岩画画的都是 浩天降落到人间的怒意 画的是人类的痛苦与拼整 岩画里的人们面目再如何模糊 也能很清晰地表露着人类的身份 石梁上的岩画还在向前蔓延 随着人类对工具的掌握 意志的坚定 对自然的了解 他们面对各式各样灾害时 便变得越来越镇定 或许他们的内心依旧悲伤愤怒 但无论怎样 他们生存了下来 并且一直活到了现在 宁缺和墨珊珊一边行走 一边看着脚下的岩画 脸上的神情渐躯凝重 虽然他们无法完全理解 或者说确定 当年魔宗中人在石梁上 刻下这些岩画的真实用意 但身为人类的一份子 总会有些似有若无的感触 在石梁的最前端 最后一幅岩画非常简单 线条比前面所有的岩画都要少 最下方是三排混着无数小石洞的直线 大概代表已经繁衍生息 占领全世界的人类 那些小石洞 仿佛就是人类欢呼庆祝式高举的双手 在三排直线的上方 深刻的石线组成了一个圆 以及一个半圆 莫山山眉间微醋 看着脚下简洁到难以理解的图案 思考着其中蕴藏着怎样的信息 然而无论他怎样思考都没有任何头绪 宁缺盯着最后这幅画 扶着莫山山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寒冷 隐隐约约见猜到了一些什么 却又觉得自己的猜测太过荒诞 只可惜此时身在废弃如荒野的魔宗山门 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仔细的去思考 思考这些那些野兽派 象征主义达利之类的问题 就算他想去思考 离开石粮 踏上高悬雪峰空间中央的那片石平后 看到的画面 也不允许他再去思考 无数根石粮汇聚在此地 天然形成一片石平 石平悬在无数丈高的空中 山风自屏外呼啸吹来 吹得那片电雨上浮沉飞起落下 电外堆着无数具白骨 那些浮灰便从这些白骨的缝隙里落下 然后不再飞起 数十年来这样的过程 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于是森然白骨的下方 便积了约手掌后的一层灰 让人觉得这些白骨 似乎是躺在河泥之中一般 走下石粮 宁却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魔宗的殿岩 第二眼便看到了魔宗殿外 这些像在经年灰尘中的白骨 然后再也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当年魔宗被毁时 不知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战斗 仅在外围便有如此多的死者 随着时光流逝 这些尸首已然变成了白骨 只有上面那些锋利的切痕 以及散落四周的零散骨骼 还能证明一些曾经的残酷 宁却扶着墨山山穿过白骨堆 来到靠近正殿处的石阶上 发现了数据完整的尸体 沉重的盔甲护着甲内的白骨 让他们没有散落 有几人如树枝般的骨手间 还握着自己的兵器 甚至死后数十年也不曾放开 宁却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太多 见过更残酷的画面 所以她还能保持着平静 甚至蹲下身子 开始认真地研究这几具完整的尸体 然而墨山山却从未见过如此恐怖残忍的画面 美丽的脸颊显得有些苍白 仅仅握着双手 根本说不出话来 那些死者骨手间握着的兵器 显非凡品 过了数十年时间依然寒意透骨 宁却注视到这些人身上穿的盔甲上 竟有强大的符纹气息 更是大感震惊 心下这些人想必是当年魔宗极厉害的强者 他伸出手 轻轻拂去盔甲上的灰尘 想要看清楚那些符纹 却没有料到 当指尖刚刚触到盔甲表面 咯吃一声脆响 看似坚不可摧的盔甲 竟瞬间崩裂开来 脆响之声连绵响起 十阶前这几名前代魔宗强者身上的伏甲尽数崩裂 上面残留着的强大符纹气息 也随之消散在空中 再也感受不到丝毫 盔甲的断口处光滑正亮 明显是被剑之类的锋利武器直接砍断 什么人能够用剑如此轻易地 便砍断这般强大的盔甲 然而那道剑翼竟是透体而不发 宁在盔甲之内数十年的时间 直到今日被宁缺手指锁处 才骤然迸发 宁缺心中自有答案 沉默不语 墨珊珊先前被吓了一跳 看着宁缺此时的沉默 便看出了几分从容不迫 不由有些羞愧 又生出些别的感受 二人走上石阶 推开店门 开门见山 见着一座如山般巨大的石碑 这座石碑竟然是用整块岩石打磨而成 表面极为光滑 无自卑 墨珊珊最先注意到那座石碑 想到听说过的那些传说 吃惊地说道 宁缺正警惕地注意这四周的动静 下意识问道 什么是无自卑 当年背叛浩天 创立魔作的那位光明大神官 曾经说过一句话 知我者 罪我者为石光耳 所以他死之时 要求碑上不留一字 日游世人评说 原来 这座碑下葬的 便是那位光明大神官 宁缺震惊地抬头望去 玄机脸上的神情变得更为震惊 因为无字碑上 有字 一行不可一世的字 书院柯浩然 灭 魔咀 于此